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第一财经 潮新闻等 大门紧闭 店内空无一人 门上贴着关店的公告 据媒体报道 从去年开始 成都 广州 上海等地都出现了舒适宝健身连锁店陆续关店的消息 舒适宝官方微信号近期的公告称 因经营困难 大部分门店已经被迫关闭 又因办公场地 到期等受限原因 针对会员诉求 安排线上登记和电话登记 以处理后续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 公告中涉及关店后 会员诉求电话登记的区域 包括广州 佛山 成都 重庆和上海 及上述多地都出现了舒适宝关店 全国多店关闭 据看看新闻去年12月报道 12月18日 记者前往上海多家舒适宝门店探访 有门店拖现租金 物业费高达数百万 12月18日下午 记者来到位于浦东新大陆广场的舒适宝门店 看到该门店大门紧锁 店内一片漆黑 已经停止营业 商场物业张贴的告示上写明 该门店严重拖现租金 物业费 数额已高达数百万 即使法院介入调解 舒适宝也未有执行 故停止了相关服务 而据都市快报报道 记者1月27日走访了杭州主城区内舒适宝的三家门店 三家门店都已经人去楼空 舒适宝庆春银泰店地址位于庆春银泰7楼 但记者搭乘电梯来到6楼后 就发现通往7楼的扶梯已经停了 抬头向上望去 7楼漆黑一片 扶梯上还分别树立着两张告示 一张是舒适宝庆春银泰店1月19日发布的 称1月25日开始闭馆 营业时间另行通知 并表示会员时间可以根据停业时间顺延 也可以去其他门店消费 另一张则是杭州银泰世纪百货公司1月25日发布的 文件显示该门店即将结束营业 提示用户注意未使用的款项与服务的后续处理工作 并留下了舒适宝相关负责人的姓名与联系方式 而据封面新闻报道 1月17日成都舒适宝优方店停业 1月22日来服饰店也将停业 就此舒适宝成都门店全线关停 报道称 这场跑路并不突然 早在去年年底 成都IFS 优方等对舒适宝顾客 发出了温馨提示称 舒适宝已经出现租赁合同违约情况 提醒大众挤身办卡 告示显示 舒适宝严重拖欠租金 物业费 数额已高达数百万 及时法院进入调解 舒适宝也未有执行 故停止了相关服务 消费者还有私人物品在店里拿不出来 据第一财经报道 消费者张伟告诉记者 我是在2018年12月办理的舒适宝健身卡 原本到期时间是2022年12月 经过业务员推销 在健身卡未到期的情况下 再一次在2019年4月延续了健身卡 当时我办理的是11888元的舒适宝健身环球卡 合约70年 到期时间是2029年10月 后因疫情原因 延至2030年3月到期 而且我在舒适宝门店里的租赁柜子还存有私人物品 如今门店已关闭 我的私人物品也还在店里 根本达不出来 消费者核心屏涉及的费用更高 我在舒适宝买卡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中间还续过一次卡 有效期是到2033年 卡费加上另外买教练课程的费用 一共有4万多元 还没有使用 现在门店关了 我要求退款 我已经去舒适宝公司进行了登记 当时说是3月会给答复 但是目前依然没有任何回音 何欣平对记者诉苦道 由于舒适宝多地关店 因此类似上述要求将为消化的卡费 和健身课程费退还的消费者还有很多 第一财经记者日前在一个300多人的舒适宝 维权微信群里看到 大部分消费者都是办理的长期健身卡 甚至还有终身卡持有者 单人所设的卡费从数千元到十万元不等 如果加上课程费还更高 大家的诉求都是要求舒适宝方面 退还还未使用的健身卡与课程费用 但经过与舒适宝方面的登记和交涉 大部分消费者表示目前并未退款 也有少部分消费者表示 健身卡其实应该可以转到个别上在营业的门店使用 但对于很多消费者而言意义不大 因为地理位置通常不方便 而且很多课程师任教练的 换了门店则课程效果也不同 多家健身房连锁品牌爆雷 公开资料显示 1986年在香港成立的舒适宝健身美容集团公司 是香港规模最大也是最有特色的健身美容中心之一 随后进驻了澳门上海大连广州成都等地 舒适宝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还会陆续关店吗 众多会员维权有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呢 潮新闻3月19日报道 记者辗转找到了舒适宝浙江区的负责人李维化名 李维接受了记者面对面采访 他说当前舒适宝在杭州市区范围内还有六家门店在正常营业 分别是黄龙世纪广场店 绿城汽园店 滨江海威中心店 西湖文化广场店 西湖银泰店 以及和平野风中心店 此外 庆春银泰店 奥提宝一店 因为经营困难 商场客流量较小等原因关闭 城西银泰店暂时关闭 后续会再开放 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处理会员的转卡 转去其他健身房 退卡等事项 如果有会员想把会集转给自己的朋友 我们也会积极配合 李维说 据2022年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统计 2016至2022年 中国健身人群复合增长率达9.3% 健身人群规模已达3.74亿人 2023年第一季度 线下健身场馆数量大幅提升 付费健身会员数量 平均消费支出 活跃度 训练频次等数据 直逼2019年同期水平 但近年来健身行业过度销售 冲卡跑路等行业乱象屡见不鲜 一边是需求日益增加 另一边却是健身房不断倒下 报告显示 2022年 我国商业健身房倒闭总数 约为9751家 倒闭率10.39% 倒闭总数中 健身俱乐部占比接近30% 健身工作室占比超过70% 除了舒适宝 不少健身房连锁品牌纷纷爆雷 包括一兆维德 中健健身 银吉姆等 中健身房连锁品牌纷爆雷 不少健身房连销